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吸入的大自然之清气布满胸腔 还可以锻炼肺的呼吸功能 促进气血在肺内的充分融合 和与气体交换的作用 三、立掌、展尖与松尖推掌 可以刺激筋向肩背部作为的穴位 并能有效地解除 静、肩、背部的肌肉和关节疲劳 防治颈椎病、肩中炎和背部肌肉脑水等病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看本师动作讲解 私自觉 动作一 双掌自然下落 掌心向上 使指相对 目视前下方 动作二 双心缓缓伸直 同时双掌缓缓下上脱至胸前 约于两褥同高 目视前下方 动作三 双掌相对 双掌下落 双掌下落 夹内 两手顺势力掌于肩前 掌心相对 指尖向上 动作四 两肩甲骨向脊柱靠拢 掌肩阔胸 长头缩向 目视前斜上方 动作五 微屈膝下蹲 同时 松肩伸向 两掌缓缓向前平推 逐渐转成掌心向前亮掌 同时 口吐 私自音 目视前方 动作六 双掌 握旋腕 转至掌心向内 指尖向内 约于肩宽 动作七 双膝缓缓伸直 同时曲肘 两掌缓缓收拢至胸前约10厘米 指尖相对 目视前下方 动作八 刺十 同动作三到五 本式 共吐 私自音 两次 动作要点 一 私自吐气法 发生吐气时 上下眉牙对齐 留有霞缝 舌尖 清底下齿 气从 齿间呼出体外 二 推掌时 呼气 口吐 私自音 双掌 外旋腕 指尖向对 缓缓收拢时 鼻吸气 大家来看一下 一犯错误和纠正方法 一犯错误 立掌 斩尖扩胸 长头缩向 同时完成 并 头后仰 纠正方法 先 立掌 肩前 后 斩肩 扩胸 再 藏头 缩向 下科 为内收 接下来 请看完整 示范 接下来请看完整示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看完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看完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